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不少人都會視寵物為家人 不過如果這個家人是一隻懂得飛的鷹牛 和一隻喜歡四圍的貓咪的話 你又想不想像到這個環境是怎樣? 接下來要介紹的單位 設計師的任務 竟然就是要打造一個這樣的單位 你是誰?為甚麼進我家? 你怎麼看過? 整天困在籠裡面好悶啊 幸好每天可以定時飛出來 開心的要跳舞了 你跳完跳吧 你跳舞就不要妨礙我休息 物質分別養鷹牛和貓 為了為了避免貓會傷害到鷹牛 設計師交用他們的地板 劃分兩個區域 讓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地盤 做了一個藝貴給他們 那個位置就特地延長了深度 放鷹牛龍 因為鷹牛龍很大 而且放的位置就配合了太陽篩斜 讓鷹牛在下午的時候都可以曬到太陽 米米和皮皮,親愛的主人 當然是捨不得把你的地盤 長時間困在籠裡面 但如果你們出來的話 怕你們會太興奮 撞到燈具和藏在假天花上面 於是設計師就要想辦法 全家屋的燈,我們做的燈槽 其實都不會用假天花的方法去做 就是防止鷹牛有太深的深度 去騎上去 所以全屋的頂燈 我們只是在櫃的頂邊做了一點 如果做得太深的話 鷹牛就會在上面 大小耳片就很難清潔 這個就要注意一下 在飯廳那邊就是貓的廁所 除了平時的貓可以躲在裡面 大小耳片之外 其實頂位那裡是可以坐人的 為甚麼在這個位置做個座位 其實是方便他們換鞋 平時出門的時候可以換鞋 就可以坐在上面才出門 在這個位置 我們也做了一張隱藏式餐桌 平時就收起來 就讓貓可以有更多活動空間 而需要的時候 當護主三個人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打開 半折的桌面 如果有更多人來的時候 桌子就可以整張打開 所以就變成了一張白人台 這個玻璃屏風 除了可以用來分隔 英國和貓的活動空間 亦都可以讓互助 互助和媽媽和媽媽 走出自己的房間 在客廳也可以有 自己的活動空間 兩代人之間 其實他們需要有獨立的空間 之餘 有些時候可能都會想一起生活 所以我們就設置了 在客廳設置了三道玻璃屏風 這三道屏風 平時可以按不同的需要 就拉出拉入 三道屏風完全關閉的時候 其實兩邊就有獨立的空間 如果想有一點私隱度 其實可以選擇 拉一度或者拉兩度出來 其實可以通到過去之餘 亦都會有一點私隱度 除了屏風 設置師也有更多顏色來分區 對 媽媽那邊注重比較光亮 所以主色調 我們用了白木色 而年輕屋主那邊 其實他們想比較近一點的感覺 所以會用木色和灰色居多 但是因為這個空間上 其實兩個區域同時間 一起使用的機會率都很高 所以兩邊的顏色 我們亦不能搶太遠 而保持一致性 Patrick, 凍門的形狀也很特別 對, 做了尖頂型 因為想配合寵物這個主題 是否特意做了這個調子玻璃 對, 因為屋主媽媽 有時也會煮食 想在客廳也觀察到 廚房裡的情況 這樣比較安全 這間最大的收納位 其實是在懸關位 很意想不到地 其實它是偷了廁所長身的位置 以及廚房長身的位置 而做了兩個到頂的鞋櫃 這兩個位平時一進來 就是因為它融入了在我們的特色牆裡 所以就不太覺得它們 最後用生態防花板 以減少被光發的風險 一張張家庭照放出來 房間感覺更溫暖 不過原來要花張相片上場的話 盡量不要只掛衣服照相 就會孤獨了一點 那你其實可以group 要是列的家庭相 有彩色、有黑白的 那你最好就選同一個相框 相框和相框之間的距離 就最好全部都是統一 把相片的色調也要講究 例如旅遊相片 那些你可能就要用同一個色調 就是選同一個色調的相片 又或者全部都是黑白相片 那你那幅牆就更加有趣味 除了掛照、掛畫 有時大家會想掛小色物做裝飾 建議你最好買一系列的小色物 而不是單單一個又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這樣 無論是掛畫、掛鏡還是掛照片 同一幅牆 最好不要掛同一款的裝飾 一個放了畫 另外一個就不要再放畫了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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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份好像都離不開花這個話題 剛好農曆新年 相信不少人都會買幾盆年花迎接 過年後又到情人節 也是一眾男士頭痛送花給女朋友 其實為何要限時限刻買花 想把花變成家居設計的一部分 又有甚麼簡單的技巧 生嬰兒又會送花 別人畢業又會送花 尤其是香港人 可能工作越來越大壓力 插花就變成另一個創作派 讓她們放鬆一下,放鬆一下 因為插花是相近大自然 做一種漂亮的,也會令她們感到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令插花越來越流行 插花歷史悠久 早在幾百年前 已經有文献地再記載相關的理論 明朝作家高年寫的《津生百孫》 內裡有一張文化三說 提到插花的記憶和方法 可以確認插花藝術已經有幾個世紀的歷史 來到今天,插花設計可分為三種 第一,你會看到很酷 做到氣氛的效果 第二,你會看到不同類型的玫瑰等等 做到不同的質感 還有這個造型做成一個組合 三種玫瑰、兩種玫瑰等等 整個效果就會平均豐富一點 選擇的顏色最主要是用白色為主 但你會看到裡面有不同種類的白色 例如白色的小菊 還有一些大白盒等等 但看上去也有不同的青色 去做對比或陳塗 還有不同的質感 你看上去有些青色的吉緊 例如蠅、珍珠草等等 其實選擇的顏色 我們最主要的主要就是 顏色上是會一至兩個顏色 最多三種顏色 你會看到我們用了粉紅色為主 粉紅色的瘦球很漂亮 對比起青色或綠色 來做一個襯托 而且你會選擇的顏色 聽完專家講解 聽過專家的講解 是十分體驗 在未落手做方法之前 要先清楚自己家中的設計風格 如果他在家裡 黑色有個角色 可能一個色調 對比一個紅色 單調的色也可以 但其實如果他家裡的環境 是比較單調的話 他那種花的質感 或者顏色就可以多一點 作為花的載體 作為花的載體 花瓶型設計五花八門 不同高度 款式 物料 綠色 顏色 應該怎樣選擇呢 日式的話 我們會說回花瓶 尤其是… 可能橘子是很漂亮的 會配合環境 譬如家裡有一張很大的咖啡桌 很矮小的 但你不會選擇很小 像這個比例差那麼遠的花瓶 除了身內環境和環境和白風的地方 花的體質都會影響花瓶選擇 很高的、很重的花 下面的焦點也要平衡 譬如一些天堂料 它是很重的 但如果下面全部都是濕濕濕濕的 可能就會有頭重尾輕的感覺 萬花千種 配搭時後 應該從顏色和質感做考慮 顏色配搭可以參考色盤 以紅玫瑰為例 可以配搭綠色的花 因為紅色對面是綠色 是它的互補色 或者配襯旁邊的紫色 橙或是紫色 另外可以再加上紅和大小的花 增加質感 譬如一些小一點的 珍珠草或黃色也適合 這個叫黃金球 形態上是圓形的 或者不同的質感 這些比較碎 或者這個就一塊塊 做一個對比會比較好 Ada,我看到茶几上放了一盆花 究竟放這種花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嗎 對,我們現在這一盆茶几的花 通常要留意高度 對,因為茶几的桌子 通常比較矮 所以如果你太高的話 可能就會擋住電視 茶几通常人們會在上面看下來 即是他們走過的時候 都想欣賞到一個焦點 而且坐下的時候 我們會說花會不會在四十五度角 那邊看出來 即是沾下來 下面來坐下的時候 都可以欣賞到一盆花 將一盆茶几在餐桌前 又有其他細節要留意 看你過一次吃飯 要用多少個茶几多杯酒杯 如果要很多紅酒白酒的酒杯 可能你這個花要小一點 否則就會妨礙了 我也會想跟我家人聊天 看她聊天 所以高度限制 我們有一個約30厘米左右 比例上是1比4 看到這裡 可能大家都想自己下手嘗試 但時間找不到花瓶 或者可以走進廚房找靈感 這個位置不是用花瓶來裝花 而是用酒杯 是否因為家人可能隨手 都可以用一些器皿 來當作花瓶用 對,如果你有這麼多花瓶 我就不太會選擇 其實叫起手 家裡有甚麼東西 例如玻璃酒杯 或者一些甜品的小鞋子 其實都很適合造成一個設計 或者是這些… 對,這個沙律鍋 或者如果… 我只有一個很平的碟 你當然可以放在蛋糕桌上 這樣就會有另一個效果 花很漂亮 對,Ida 女生一時都會收花 有甚麼簡單的方法 可以令一束花 都變成家居花藝佈置嗎 有,我們一起去看看 好 好 好,這些就是我們今次會做示範的花 你看到顏色上都很春櫃 對,例如剛才我們的花束 是否有些蟲蟲草 也有些小茅丹 黃金球 還有我們白色的金絲圖 首先要用春蘭葉 就從來各個花 之間的空隙 之後可以用來幫忙固定花 之後就可以選花 根據花瓶的高度採剪花支 我們通常剪花是要斜剪的 那為甚麼要斜剪呢 因為就是充滿了吸水的浴室 選擇自己喜歡的芝士充花櫃才搭配 是否有些自由風格 對,這個會簡單 譬如我沒做過插花 但我也想在家裡放一些組織 這個就會很容易達到 初次接觸中的手藝 我對自己的作品都很滿意 這個可以放多久 因為我放很久 總之記住不要用太陽曬著它們 有空換水,可能兩、三天換水 其實也能保持五日以上 當然不同花有不同的生命運動 反而重重草 比刺緊沒有那麼耐 這個要留意就可以了 不論大家最後決定採用甚麼風格 甚麼類型的花 做花藝布置 之後有幾個事項一定要留意 選花的話,我們要留意 那種花會不會有很多花粉跌下來 例如回香 陽天東這一種葉 有時候我們同學都會反映 放在家裡,葉子裂掉 每次都要抹 也都會留意 譬如每種花的特別香味 會不會家人會對某種花的敏感 好嗎? 花藝布置難打理 不能夠耐放 往往是大家放棄接觸花藝的原因 但其實只要是用錯足功課 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做出獨一無二大 鮮花擺設 布置家居 或多或少都能夠 令你化成家居的作用 如果大家在設計家裡的時候 遇到什麼疑難 又或者有好的作品想介紹 都歡迎電郵給我們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